兔传死讯 据港媒最新报道 香港知名乐剧演员 有着乐剧名林之称的任兵儿被曝离世 终年91岁 随后经过好友阮兆辉的证实 任兵儿确实已经离世 对于对方的离开 阮兆辉也大感不舍 不停地称赞任兵儿是一位非常好的前辈 据了解任兵儿是在家中安详离世 因此也没有受到什么痛苦 至于是不是因病或者其他原因 其家人好友都没有公开透露 由于近一段时间受外界形势的影响 任兵儿的身后事大概率也会选择低调处理 最近这几年因为年龄身体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任兵儿几乎已经没有公开露面 早些年任兵儿还会偶尔登台参加一些表演 或者是参与朋友的聚会 而这几年他则留在家里 过着身居简出的生活 外界对于他的近况也并不算了解 任兵儿在乐剧圈里拥有着超高的人气 他早年出生在广州 在五岁的时候才跟随父母到澳门生活 而任兵儿出生于一个艺术之家 他的二姐则是非常出名的乐剧红林任建辉 可能是从小耳濡目染 也有可能是天生基因的影响 任兵儿从小就对乐剧产生浓厚的兴趣 虽说他喜爱乐剧 想要成为乐剧演员一世 曾遭到二姐任建辉的强烈反对 但性格比较自我的任兵儿 并不顾二姐的反对 反而坚持苦练乐剧 任兵儿当年从学乐剧开始 一步一步苦练 其间可以说经历了不少迷茫和无奈 好在最后他都坚持了下来 最后自学成才一度成为台柱子 他先后参演了多部具有代表性的乐剧 《向九天玄女》《地女花》《三年一哭二郎桥》 《无情宝剑有晴天》以及《花冬季》等 可以说都相当经典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 任兵儿和圈内的几位好姐妹 知名的二班花蛋李乡秦 朱日宏 谭倩宏 英丽丽 梁素琴 许清清 以及金颖玲等人 一杰金兰 组成了乐剧界大名鼎鼎的九大姐 九大姐也曾在2012年的时候 荣获了香港艺术发展局颁发的 2011香港艺术发展奖 以及杰出艺术贡献奖 肯定了他们在乐剧界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九大姐中的朱日宏 在2020年夏天突传死讯 李湘勤也在去年年初 因病离世 任兵儿对于乐剧的热爱和坚持 绝对是一于言表的 他年过80岁的时候 依旧穿着戏服 画着精致的妆容 登台演出 因为他曾在接受传媒采访时明确表示 他不会退休 会活到老 演到老 另外 更值得一提的是 任兵儿在私底下的性格 其实是非常内敛 不太善于交际的性格 因此他九大姐的好姐妹 都非常了解他的性格 早些年也经常会帮她打圆场 就连她自己都曾公开表示 她的性格不适合在演艺界发展 算是入错了行 但是凭借对于乐剧的热爱 她硬是坚持了下来 最后也愿任兵儿一路走好 天堂不再有痛苦 当然也非常感谢她 对乐剧界做出的贡献 奉献了这么多精彩的作品 任兵儿为香港乐剧名林 辱名戏女 行内人称戏女姐 广东南海人 其姐为乐剧红林 任建辉 傅旭为明林十艳子 受部演出剧目为 牡丹亭惊梦 任兵儿与二帮花旦 如朱日红 李湘琴 谭倩红 合称九大姐 任兵儿 1931年出生 五岁 从出生地广州到澳门 在南湾的清平戏院长大 曾就读于圣罗萨女子学校 她自幼喜爱乐剧 其二姐近乐剧红林 任建辉 虽是明林 但一直反对她演戏 在11岁那年 她趁姐夫外地演出期间 偷踏台办 从此涉足黎原 当时带她出身的 乃何非凡的未婚太太 小曼霞 演出的地点是南湾游乐场 细班乃由何非凡 和邓碧云领导 任兵儿 自小跟着二姐任建辉 在澳门清平戏院长大 入学读了三年书 11岁开始 涉足黎原 她没有因为人姐的名气 或特别后代 由梅香行行起起的角色 接着扎直坐梅香之首 多了几句对白 然后被邓碧云看中 领她离开新生剧团 由梅香头摇身晋升为第三花旦 到1956年 任建辉和白雪仙 组成先奉民剧团 她正式成第二花旦 奠定了稳如泰山的地位 至于正印花旦的大旗 信尼姐不是没有担当过 翻阅网上资料 任兵儿 做正印花旦 仅有两次 一次是在1954年跟黄超舞赴南洋演出展龙玉仙 而另一次是在1971年跟邓碧云到美洲登台 她在舞台上 再没有当上正印花旦 任兵儿 心知肚明 1950年 明灵到南洋出户 犹如今天的明星们登台一样 当年 韩战关系 令塑胶价格暴涨 新加坡人收入大增 越近因而受惠 发展蓬勃 而勇往该地 走户的明灵多不胜数 如《裸剑狼》和《余力真》等 直到电影和电视的出现 乐剧在当地才逐渐走下坡 她的丈夫是明灵十燕子 二人是黎原的模特夫妻之一 她为人和蔼可亲 千功首领 妾永不言退休 在乐剧道路上有很多艰辛 但任兵儿一直都坚持下来 最后成为台柱子 任兵儿从一超过半世纪 自言不善交际 却赚到了一般好姐妹 1964年 她跟朱日宏 李湘琴等人一结金蓝 号称九大姐 目前朱日宏 李湘琴都已经去世 任兵儿八十多岁高龄 依然在舞台上演出 她曾说永远不会退休 任兵儿1931年出生 广东南海人 任兵儿堂姐是著名的乐剧表演家 任建辉 任建辉是出色反串角色 也就是女扮男装 任兵儿从小在戏院长大 但她没有拜过师 姐姐任建辉也反对她演戏 不过任兵儿很有演戏天赋 11岁就被其他戏班班主看重 培养她成才 之后 任建辉和白雪仙 组成先奉名剧团 任兵儿正式成为第二花旦 奠定了稳如泰山的地位 那时候 任兵儿到各地演出 看比如今的明星登台 任兵儿主演的名剧友 《九天玄女》 《三年一哭二郎桥》 《地女花》 《紫差记》 牡丹亭《金梦》等任兵儿 曾与罗嘉英 关海山 任兵儿等名叫 组成戏班 当时在香港 非常受欢迎 但随着电视和电影的出现 乐剧开始走下坡路 任兵儿也参演过一些电影和电视剧 包括电影《李后主》 电视剧《碧雪青天》 珍珠奇等等 任兵儿还曾出演过 1957年版本的《唐伯虎点秋香》 饰演过《牡丹一角》 周星驰版的《十六届》 就借鉴过任兵儿这个角色 有模仿的痕迹 任兵儿老公也是乐剧演员 是名林史燕子 二人是黎原的模范夫妻之一 但史燕子1986年就去世了 任兵儿单身很多年 任兵儿一直专注乐剧表演 直到2007年才主奸淡出 因为成就很高 她曾在2012年获得香港艺术发展局 颁发2011香港艺术发展奖 杰出艺术贡献奖 直到2017年 任兵儿还登台演出 当时看起来身体状态良好 2018年 任兵儿举办88岁寿宴 当时很多香港演艺签名人 都到场道贺 但任兵儿身体已经不太好 需要靠轮椅出行 任兵儿去世的消息传出后 很多粉丝发生哀悼 和她有过合作的香港演员谭永伦 就发文悼念 任兵儿前辈 在京城三时 安详的嫁鹤西去 祝愿一路走好 怀念细女姐与永伦两代同台的演出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